他拿那個公司的酒精 你弄75%的 然後我穿牛仔褲 然後屁股面亮他 他就不熟 然後如果不熟 我就拿手上的寶特瓶 然後K他身體 好暴力喔 溫子很高 南團歐動13日迎來出道一週年 特別舉辦派對 要和歐歐們近距離見面互動 更搶先帶來你的電話首唱 還驚喜加入預告編排 放在旁邊 像是有你的照片 純真就在眼前 懷疑的無知是哪 為什麼少了一句 心中的失意只剩 為什麼你沒來電 接到了電話之後 興奮是不可避免 像總失戀的痛苦 豐富與愛在眼前 空有著彎的叮嚀 依然複蕩在耳面 可是我的心臟 已追到了你的身邊 你的電話繞了我的血 不會隱瞞心 而夜夜失眠 我的心 保證不亂的累 一定永遠在你身邊 我自己的話我給自己一百分 這一百分是今年 就是這樣過下來我覺得 好像每件事情都有權利以赴 然後沒有留下遺憾 我還是保守一點啦 我打個六十分啦 對不對 先有及格我們再求完美嘛 因為畢竟像哲言說的 人沒有完美的一天嘛 那我們就要持續的進步 然後慢慢的把那四十分慢慢撞回來 才會有一些動力存在 記者會上也宣布 將推出首檔團眾 歐眾夏日青春冒險 展現六人最真實的一面 多真實 大概就是 就是剛起床的時候 就直接開始看 還在水腫喔 還在水腫 基本上是整個大樹也就上鏡頭 兒童相相處就習慣打打鬧鬧的男孩們 也分享了團員間吵架的 許不是 有一次工作完回到公子 然後那天天氣氣很冷 然後只想想要捉弄我 他拿那個公司的酒精 就這樣75%的 然後我穿牛仔褲 然後屁股面這樣搭 然後就 然後結果他坑出來不是那種水柱 他是整個霧中 然後我整個褲子都死掉 然後我就不爽 我就拿手上的寶特瓶 然後貼他 貼他身 好暴力喔 溫婷很累 他的疫情熱情 當下不能去和好 當下那個子翔想要跟他笑笑 好像沒事 可是他會生氣 然後子翔他很尷尬 就會去把他跟我們講話 當天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平常其實我都會被你打 然後但我幫你今天會有這個行為 但我可以你道歉 最近你原始上也要 好像也要退敌二次 然後又說 團體會來做完蛋 所以會不會單純出發 不會啦 就是會流就是會流 好 多少 多少 會怕嗎 哈哈哈哈 會啊 會怕 所以 所以多少都一定會 但是我也 更新的聽聽 更新的聽聽 所以也要對我們 每次有信心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贊助